清军入关 曾辉煌一时 乾隆和康熙两位皇帝 所创作出的盛事 更是让世界瞩目 不过他们看到的是 清政府积攒的财富 白花花的真金白银 相比较其他列强 晚清政府是固步自封的 综合国力也早已无法匹敌 而在清政府灭亡前的几十年 大清的实权并没有在皇帝手里 而是在慈禧太后掌中 作为一介女流 牢牢把握清政府四十多年的政权 这在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地方 不过也就是因为慈禧太后的专权 风雨飘摇的清政府 再无复兴的机会 因为慈禧太后拒绝变法图强 她依然无法睁开眼睛看世界 认为在她的统治下 清朝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梦总会破碎 对于慈禧太后来说也是如此 因为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 用鸦片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就这样数代孜孜不倦积累的财富 就变成了让无数国人沉迷一时的大言 总有国人会保持清醒 晚清政府虽然愚昧落后 但变法图强的能人志士也不在少数 当抵制鸦片的口号喊起来的时候 西方列强再也坐不住了 于是他们不顾颜面发动了战争 但是清政府又怎会是对手呢 掌握实权的慈禧 一看局势不对 他想到一个绝佳的办法 那就是跑 跑的方向是一路向西 但慈禧出逃时却很快拙金见肘 于是他不顾身份向乔家借款十万 而等到赏赐时 乔家为何只要了四个字 究竟是哪四个字呢 别着急 我们慢慢说 光绪皇帝一直很有雄心 从眼光上看 他远远要比慈禧看得深 不过光绪皇帝很难 因为慈禧太后是他头上一座挪不走的大山 他想挣扎却身陷泥潭 他想变法却举步维艰 1900年 八国联军借助帮助清政府平定义和团的名义 一路打进了北京城 慈禧很慌 光绪却很开心 因为他知晓了慈禧太后的想法 他想抛下整个京城西逃避难 光绪皇帝认为 只要自己的母后离开京城 自己也就有机会夺权了 光绪皇帝的想法很好 但慈禧太后又怎会察觉不到光绪的小心思呢 于是当慈禧确定西逃之时 他为了消除这一隐患 他选择带着光绪一起跑 尽管光绪一百个不愿意 但是他却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光绪皇帝是无奈的 他曾无数次幻想着自己能亲政 也无数次幻想改变大清落后的面貌 但慈禧太后却掐住了光绪的命门 他想反抗却做不到 所以当慈禧带着他西逃 防止他趁机夺权使 他只能接受 这或许是光绪的悲哀吧 八国联军快打到京城了 慈禧太后决定西逃了 临走前慈禧太后还做了一件大事 这件事就是逼迫时常教唆光绪皇帝 反抗自己的真妃 理由很简单 慈禧带不走真妃 但真妃又貌美如花 一旦联军入城 真妃的下场那是无法想象的 乍一看 慈禧太后想得真是周全 但是仔细一想又有什么不对 具体有什么不对 那就是慈禧太后西逃之时 并不是孤身一人逃跑 她带了很多随行的臣子 甚至身边的丫鬟都带走了 区区一个真妃 慈禧太后真带不走吗 只是不愿意带走罢了 她想处理真妃 已经不是一时半会儿了 刚好这次有了借口 慈禧太后走得很匆忙 以至于她随身带的食物银两 根本就不够 再加上随行的臣子有很多 慈禧等人带的那些食物和银两 很快就被消耗光了 一时间众人竟沦落到 举步维艰的境地 慈禧不慌 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大清的主宰 大清的国土都是自己的 难道还能饿死不成 但是手下随行的臣子很慌 因为她们深知现在是乱世 连太后都被迫逃走了 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 所以当她们走到山西的时候 彻底走不动了 慈禧太后等人到了山西之后 举步维艰 这时候慌的人不是慈禧太后 而是乔家大院的掌门人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乔家有钱 当然当慈禧太后等人到了山西之后 也听闻了这一消息 于是慈禧太后决定 让乔家人意思意思 大清的太后张开口 乔家人自然不能推脱 因为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慈禧毕竟还是大清的头号人物 乔家虽然有钱 但毕竟只是商人 所以乔家决定资助慈禧 至于最终给了多少钱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给了十万两 另一种说是给了三十万两 慈禧听闻乔家人很上道 于是很满意 觉得乔家人果真是大清的忠实子民 良心那是大大的好 不过等到慈禧等人去取钱的时候 乔家的掌门人却提出了一个请求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慈禧那是不答应也得答应 不过听闻了乔家人的请求后 慈禧太后乐了 因为请求很简单 那就是让慈禧太后 欲比赏赐四个字 慈禧那是满口答应 毕竟四个字能解自己的燃眉之急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按照乔家掌门人的要求 慈禧太后赏赐了乔家人四个字 福重狼环 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只是一种吉利话 福气从此扎根到你家 就类似于现在盖房子 在门头上贴的家和万事行 慈禧出逃时向乔家借十万 等到赏赐时 乔家为何只要这四个字呢 其实这并不是说乔家人傻 而正是说明了经商之人的经 乔家人得到了慈禧太后赏赐的字之后 立即挂在了最明显的地方 这意思就是对其他人说 我乔家那是慈禧太后罩着的 你还别说 这四个字还真为乔家在生意上得到了便利性 毕竟乔家的这种殊荣可不是每个商人都可以得到的 顺便一提 慈禧太后后来回到京城之后 对于乔家人也是相当有好感 毕竟在自己最危急的时刻 乔家人向自己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种雪中送炭也确实会令人难以忘怀 所以后来慈禧太后将庚子赔款的本息十亿两白银 以及各省都府缴纳中央的税款 全部交给山西的乔家票号来管理运营 乔家也因此获利无数 对此不得不再次佩服乔家人的眼光深远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